各位好,歡迎來到資金樓事務所 又是我CASA鵬惟生 今天是10月27日星期四 現在是10時51分 港股在今天早段時間高開是400點後 走勢是繼續反覆 主要跟外圍方面 美股的走勢由高位回落 雖然ADR市場整體的中概股繼續上升 但見到美股走勢升不起 也是令港股沒有辦法再進一步 突破阻力的可能性 但美股的走勢未必是這麼差 縱使大家擔心企業業職 但隨著美國在未來的時間 整體加息的機會 逐步有個見頂的可能性 令美股的走勢 都出現了一個見頂的情況 因為我們看到整個美匯在近日升到上最高 是114.78之後 雖然回落到1110.06 然後再反彈 但沒有進一步向上升穿之前的高位之外 也看到近這幾天 匯調的幅度 也比較快 可能顯示著美匯在這一轉的反彈 沒辦法破到新高之後 大家就會意味著 短期的美匯走勢 見了定 也看到今天 在早亂的時間 美匯曾經跌到 在110以下 看到低位的反彈 也不是特別強勁 很大機會 令美匯在短期內 出現了最一步下跌的可能性 加大 為何美匯會出現 這麼明顯的偏弱 最主要是看 美國聯儲局在未來的加息機會 因為加拿大央行 沒有像市場預期一樣 加息75點 只是加50點 似乎顯示著 加拿大那邊 相信整個加息的可能性 會逐步展現 在美國推出的經濟數據 都顯示著 美國本身的通脹壓力 是有一個舒緩的 亦有很多聯儲局的官員 都出來 紛紛地表態 整個加息的 審慎度 應該要是增加 否則可能拖垮經濟 因為 都預計了 經過多番加息之後 大部份的投資者 開始擔心 美國都會進入一個 衰退 令到大家 整體的加息 期望 是有所減弱的 看回昨天來說 美國的聯邦基金利率期貨 看到那個造價 反映著 美國在11月份 加息 仍然有87%的機會 加個幅度來說 75點至 仍然接近九成 其實大家都有一個 預期 接下來加75點至 基本上是沒有懸念的 不過 隨著 更多的官員 表態 要一個加息審慎 其實都看到 12月份的加息機會 似乎都是偏向50點至 因為都看到 昨天來說 這個75點至 加幅的預期 大減到37.9% 比起上星期來說 大概79% 明顯是減低了一半 也不止 而現在去看 12月份 大家似乎都相信 加50點至的可能性 是越來越大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 顯示著 美國各方面 加息各個的 見頂機會 是逐步浮現的 因這個因素 我們也看到 昨天 美股曾經一度 在早段的時間 是升得比較多的 導致 也由低位 逐步反彈 累積之前 由34,281點 形成的跌浪總跌幅的 61.8% 也就是去到 32,136點 這個水平流上 不過 隨著 進一步反彈 去到一些主要的阻力位 以及市場開始 看回美國方面的整體 科技類的股份的業績 是沒有市場預期那麼好 再加上 也有部份的科技股 發出一個比較差的 預視看法 令整個美股昨天 都由高位回落 當中來說 反映科技股的 納指更加 向下跌了 2%以上 而導致和標普百指數 分別 最終只剩下2點的升幅 和下跌了0.7% 在走勢上去看 導致 這一轉的反彈 的確差不多 到了尾聲 預計 在11月3日 美國聯儲局的 議席會議 前 市場會轉到 一個比較淡靜的上落局面 令到美股在短期內 真的沒有再轉一步向上的機會 因為始終要看回來說 整個美國推出的經濟數據 最近都有顯示著 通脹壓力有放緩的機會 尤其是昨天推出的升幅銷售 也顯示著整體的升幅 甚至整體的回調幅度 已經出現了 只是回調的幅度來說 沒有預期那麼明顯 也是預示著 見頂的趨勢已經出現了 但是暴入衰退 暫時未有很大的確認性 至於油價方面 昨天也出現了最暴反彈 縱使原油庫存 比市場預期多 但是大家都會擔心 整個原油供應在短期內 未必可以應付到冬季的需求 所以油價方面 逐步仍然在高位內 繼續配備 再加上 市場在現在 大家都以官網為主要的方向 看看接下來 美國方面的一些 經濟數據 包括PCE的核心 價格指數 甚至是個人消費 開支等數據 才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預示性 在11月初 聯儲局的議席會議 到底最後 加值是75點 或是50點 其實近來港股的走勢 可以這樣說 都頗受到人民幣的匯價影響 人民幣匯價來說 曾經在上天 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 就是叫做下跌 最低的時候 曾經去到 7.3753的水平 但是 昨天開始的走勢 出現了一個 猛烈的反彈 甚至是昨天來說 單日 出現了差不多1200點 的反彈 都令到市場相信 人民幣匯價 隨著 美元匯價 出現見頂的跡象 會出現一個比較強的反彈力度 看回匯率來說 暫時去到 7.2 這些水平 的確 是會有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也未必可以這麼快 重新回到7 這些水位 始終來說 內利的經濟數據 近來的確是比較偏弱的 而 會不會再進一步 是需要 進行一些寬鬆貨幣措施呢 這個是會 形成了 人民幣匯價 有序地進行一個 回落 一個重要的 一個考慮 看回昨天 整個的港股 都叫做 升了上來 但是升幅來說 最後沒有 在早段的 升幅那麼大 令到 指數來說 昨天恒指 只是升了1% 而波指 是升得比較多 不過 不要緊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都看 指數升多少 不是一個重要的 考慮 那個市 在後市上 有沒有能夠上升 因為 我們最重要 就是 在建價時段 究竟有多少資金 把廣告放進去 在昨天來說 收借時間 雖然指數只升了1% 升幅是明顯收窄了 但是 我們看到 横市的資金 是有29.3億 横市的資金 有29.1億 另外 科指的 横市的資金 是有17.9億 都屬於 比較高的水平 尤其是我們看到 在那個 指數的 資金流入的同事 看回那個追貨率 有70% 去到93.9% 都顯示著 資金來講 是非常之 就是 肯追捧 那個市況 向上 令到 投資者 在現在這個時間 進行吸貨 這個情況來講 其實在今早 也是有 類似的情況 因為都看到 今早開始的時間 恆指 升了403點 國指 升了153點 另外 科指 更加 127點 升幅 升幅 超過2% 去到 4.3% 不等 在這麽大的 升幅底下 仍然 看到 三個主要指數 都有 不錯的 資金流入 恆指 18.8億 國指 有14.7億 另外 科指 也有10.6億 資金流入 最重要 也看 追貨率 有98% 到100% 即是顯示著 投資者在 現在的 大市 升了400點 仍然肯追進來 都是一個 預示著 投資者 看好後市 的重要因素 最重要的 而恆指 昨天 是 低位 149 31 主要支持 站住後 逐步 彈上來 可以這樣看 我們之前 一直都在說 2020年 低位 21139 上去 2021年 高位 31 183 100%回調後 目標是 14931 昨天 去到 14947 後 沒有再進一步下跌 都是一個 明確的 訊號 這個位 似乎 大家都 認同 是一個 主要的支持 沒有跌穿 就進一步下跌 甚至我們之前說 穿了 14931 之後 不用想 一落就落到 海嘯底 10676 這個情況 暫時未出現 究竟 反彈在短期內 可以升到多少 我們 看 日線圖 國保利加通道 我們會看到 最重要的 阻力位 就是 今年 整個 三月到四月的 升浪 計算是 1.618倍 的回調目標 就是 15585 這個水平 亦是我們昨天說 市反彈的話 這個是阻力 來到這個位 升不穿的話 就要走 而今早早 開的時候 已經能夠 升破了 變相 這個 15585 就不是阻力 變回了 短期支持 不跌穿的話 還可以繼續反彈 我們會看 現在的反彈方向 基本上 以十天線 作為主要的 阻力位 當然 十天線這個位 我相信 不是很大的阻力 最重要 是 恒指由 7月向下跌穿 20天線 一直 保持在20天線 以下 有幾個 交易日 明顯是穿了 之後 又再跌穿 其實顯示著 20天線的阻力 比起10天線 明顯是大很多 我都會相信 如果在 未來外圍 沒有太太 利淡的消息 包括 美股 在典型中 沒有出現 比較明顯的下跌 甚至是 在 期指 結算後 在美國加息 的 議食會 以後 能夠 再進一步 向上 視野天線 的機會 仍然存在 不過 問題就是 如果 加息的 幅度 75點 那又如何呢 下星期來說 我相信 市場不會有 太大反應 因為 大家可以看 在 12月 加息的機會 是 50點 是比較大的 但是如果 最終 加息只是加 0.5% 的話 那就有 因為我都相信 如果加息只是加 50點 的話 美股 會出現 一個強勁的 回升 令到 港股 亦會有 一個比較大的 升幅 所以 我都會 將目標位 定在 今次的反彈 看 20天線 這個水平 這個水平 大概 大概是 16,700 左右 雖然這個水位 不算是一個 很大的升幅 但起碼是市場 比較差一點的情況 現在有一個好轉 我們逐步 向上上移的阻力位 由之前 15,585 向上移到 20天線 都是 有個不錯的 上升空間 所以我們 都可以 去看 下星期 如果 星期四 早上 一打開電視 一見到 美國只是加 50點 市 應該很快 會見到 20天線 這個水平 今天的分享 來到這裡 歡迎大家收看 如果各位有任何 關於 過股 甚至 整個大市 走勢分析 有個問題 大家可以在 以下地方 的留言 留言 我會盡快 回答 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 拜拜